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在过年前就是在牛年的年底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准备一下 当然如果你说有一些人生的大事你预备在老虎年去做我觉得还是好的 你有没有那个计划 没有啊 没有就要 就完蛋了 直说嘛 没有就要心理准备 我觉得犯态是就像好像人家来打你 你不走就麻烦嘛 还是要比赛打 人家来打你 你动就没事 就动啦 变化啦 刚才我说不结婚就分手啦 生孩子啦 买房子啦 装收啦 都是好事情啦 我们尽量挑一些事情去动一下它 那么也是比较好的 虽然它都有急性 有太阴心 有玉堂心 太阴心 女性的过瘾心 今年就跟着一些年纪大的女人 这会有好处 妈妈啊 阿姨啊 阿姨啊 这些 这也看你们笑的 我都想哪里去了 哦 是这样吗 女过瘾 太阴心 女过瘾 财运其实还不太差的 只是呢 身体是会差一点 而且容易受伤 所以过年以后呢 我们如果你说我平常是做运动的 那么今年特别容易挪伤 挪伤 好 那个蛇还有什么吗 蛇有太阴心 玉堂心 但是今年小人特别多 我们低调一点 做事情低调一点 注意健康 容易受伤 危险的物外活动 别去做 开车的朋友 特别小心一点 再说一个吉祥的 这个鼠像 老鼠 老鼠 一个 两个 都是mini多一点 现场没有miki 有米妮没有米奇 两个 老鼠在牛年的时候呢 曾经喝的太水 就是老鼠跟牛是好朋友嘛 所以有些朋友他觉得呢 牛年还给本命年差都有的 不知道你两个有没有那个感觉 还是没什么事还行啊 就这样 没本命好 OK 你呢 没事 没 没 一定要不好 都不怎么样 不好 对 有部分人觉得还 和太水 那年份还差个本命年啊 真的是有的 有些家里的繁琐的事情也特别多啊 我们终于离开了你两年 今年是好一点点了 老鼠跟老虎没什么关系 又不冲又不合 但是又没有极心 平平凡凡的 他没有极心的时候就借了数马的信过来 马呢 那个世运还旺的 有将心三抬心 还有唐福心 所以借的全都是跟事业有关的 所以今年世运还不错 还不错的 如果是发展来说 还是平稳 而且就有新鲜的机会啊 感情也不太差 只是今年呢 就容易有一点点出门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因为今年所有不好的 都在出门以后 可能出门以后 什么掉了电话啊 不见了一些东西啊 都有机会 所以小心一点啊 或者出门的时候 那个航班的延误特别多 又容易不见了行李啊 一些财物啊 这些我们就要注意 再来说一个 属牛的 牛的 牛本命年过去了 过去以后重生开去了 牛的朋友有没有分了手啊 现场有牛吗 分了手的 牛再加分手才举手 牛呢 有三个牛现场 就是分手又和好了 分了多久 两个月 两个月你都没有找到一个新的 为什么要走回老路 因为他寻追不舍 所以就是你单方面要跟他分 就只是因为一些事情吵架 一些小误会 对不对 你不会旁边的就是你的归下吧 就是 他没表情啊 就觉得那个是错的 全角度觉得好开啊 这件事情 然后只有一个人 就是那个人就是我 就是吃饭睡觉打痘痘 他就是那个痘痘的感情 对吧 男人都是这样 好 现在你把麦给到对象 他口运 我跟你讲 这种 太难了 这个不是我擅长的 但是生活服务类 其实是我最擅长的 什么脱口秀 我是业余的 好吗 OK 这位哥 就是你总结一下 当时为什么会被分手 原因就是可能我还是不够好 你看这种灵魂渣男的打法 有点接不上 不够好啊 他觉得自己对吧 他觉得自己不够好 都这么说了嘛 OK OK 好了 希望你们可以 有情人走在一起了 红蓝星 牛有红蓝 红蓝是一个开心的星 也是个桃花星 所以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呢 牛今年桃花非常旺了 然后呢 就压力的星还是有 而是有点睡得不好 牛今年还是有点睡得不好 做着运动 减减压力都去玩玩 而心体上呢 就有点小毛病 但是不是很大的问题 终于过了 那个本命年的时候 其实他在老虎年是不错 尤其是在感情上 重生开启 分了手的 都 今年都有生的桃花了 所以就是如果说分手之后 没有复活的话 其实他今年会有一个更好的 更好的桃花 你自己桃花了 这是啥事 好吧 属猴子 猴子 冲泰水 冲泰水 猴呢 你要有心理准备 在蛇生肖里面 你们是最不稳定的 因为变化最多 香葱的时候就是要走动啦 那个香葱代表了一些的变化 所以有没有打算把工作专闻一下 把男朋友专闻一下 好吧 这个师傅特别好 对吧 对吧 想那么多干啥 那鼠猴在 变化 应该带点什么呀 说猴的朋友呢 也是因为本来他跟蛇是好朋友嘛 平常就配蛇 但是蛇又自身难保了 所以我们就配个龙跟老鼠 对自己最好了 对 龙和老鼠 好 就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先不说盛肖遇事 再关注另外一个事情 因为去年您特意在节目之中 演出了我这个叫横刀度爱之 对 我今天还在看着 那个这里横刀度爱 那个事情还没解决我 不是 这个字就引发我们 家庭很多的不幸福 在节目播出以后 好吗 所以我觉得倒霉不能倒一个 咱一块倒霉好不好 所以今天想请麦师傅给大家解一解 面向上的这个痣都会有什么样的好和不好 好吧 好大 从头说 谁在一号会长痣啊 你看他们都有啊 都举手的 你让他们问一下 九号 九号 十九 十九再来 十九在哪儿啊 十九是眼睛的目的 眼睛啊 眼睛这块 这叫肋质吗 那个是打官司 打官妃 官妃 官妃 十七啊 十七就是你 差不多等于你那个 差不多 对 横刀度爱啊 横刀度爱也是 很多都是人家来夺你三角关系 不是我也能夺人家吗 都可以一点点 对吧 主动出击 好吗 主动出击 二十一 二十一 断脚 断脚 脚右断 二十一 这个比翼两侧 脚来的 左还是右 是吗 对 腿 左是断右 右是断左是吗 不 一样的 都断 左 左 左就断 左 右就断右 啊 顺着的 好 恭喜你啊 小心小心 啊 找到问题来的 但是我这儿没有 但是我腿断过我 啊 对对对对 你另外一个问题来的 哈哈 我是因为有横刀度爱致 导致我最后腿 哈哈哈 哈哈哈 很合理啊 很合逻 还有其他位置吗 哎那那那那 左 12标的15号 15号跟刚刚一样 家里漏水 永远买房子都是漏水的房子啊 啊 你说装修一下家里啊 我告诉你啊 要小心一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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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身漏水质啊 搬迁呢也是比较多啊 7号 7号 上眼皮上 7号也是要多搬家 还好 因为是那个天假宫呢 是住的地方啊 住的不稳定 5号呢 5号反而影响不大了 5号是一个眉毛上面的 是兄弟姊妹的关系 不关自己 所以兄弟姊妹可能有点小小问题 嗯 哦 独生子女 无所谓 嗯 这 哎 我以前有个女朋友 不是 啊 啊 有打个问题 这期播出了可怎么办呢 好难了 剪了啊 剪了 您不剪 你下一期就没有主持人 我跟你讲 好吧 就是 我认识一个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 也是阿刚认识的 就是阿刚介绍给我的一个朋友 他这里有一颗字 9 9号那个字影响夫运 就是因为女孩子来说呢 那么男孩子影响财运 啊 女孩子影响夫运 闭头有志 都是破财 破财 容易破财 那就鼻头有志 哇 幸好分了 那花多少钱 哈哈哈哈 十一号就是类质了 类质老师 类质 类质在哪里 十三号 哦 十三号类质 对 十三号类质 感情呢 分有啊 而且孩子的健康有点小问题 所有别的 其实质呢 不是好东西 哈 它一定破坏了面上面的位置哈 它破坏了哪个位置 就哪个位置有问题 所以你看整个鼻子的 那个如果有质的话呢 都是代表破财 哈 而且容易吸错药 哈 所以在我们来说 都要想着对呀 拿错了 吃错了 麻烦了啊 所以都要小心 十四号 十四号是喝酒 还有什么 十四号 二十三是好的 二十三是好的 二十三是孝顺 你有啊 对 对家里啊 你也在家里 对啊 二十三是耳朵里面 其实它还有什么位置是 四号 四号 四号是二龙珍珠 还有是三角 四青高娃 三角关系 三角关系 等我没说 啊 二十五是家里人的问题 如果能家里的祖坟啊 一些小问题 那些不对自己没有大赢 一下 一号离开家就好一点 一号有志 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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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号人中那个 三孩子要开刀就好了 三孩子的问题 三孩子要注意一下 有剖腹铲 剖腹铲 不要顺铲 男的就是他老婆的剖腹铲 酱什么嘴 炒烟 十二是食物 有人请你吃东西 常常有人请你吃饭 有口福 对 但是容易肠胃病 那活该啊 能有白吃的就可以了 啥都要自己买点药不行啊 是吧 那这些痣 有谁觉得不太理想 那点掉它会好吗 点掉其实是好 但是又肯定找一些比较好的点 因为你点了就有疤痕 还弄差了破相 而且有时候点掉 就代表人家看不到 好像如果你有个实痣 就是常常有人请你吃饭 而且你也比较喜欢吃 但是你点掉呢 你都是喜欢吃 但是人家不知道 你是怎样 人身上也有痣 对吧 我们说脸上的痣说了很多 身上的痣也不要放过呀 比如说从小就说 好像听说后背上有颗痣 辛苦 就是很辛苦 对 肩膀上有痣呢 就负担 如果女孩子呢 你左边有痣的话 左边肩上面有痣 你要把男家的那个 都要在你肩上面的 真的是 一个人干两家活 对 右边还可以 然后一般身上 胸口呢 胸口有大痣 孩子生得好 孩子生得好 就是孩子 男的呢 也是这样 都一样 肚子上呢 肚子上影响不大 反正脚有痣呢 脚有痣就是呢 脚底板有三颗痣 脊尊宝 脚有痣我们叫 脚他一心能管清兵 就是有领导的才能 领导才能 两颗痣呢 两颗痣就好厉害了 但是要走动的 不能待在一个地方 要多跑多走动 好 那再问一个关键问题 屁股上有痣呢 就是坐不下来 坐不下来 对 有一个走动 不是忙碌命吗 对 忙碌 对 忙碌命 对 还是提供大家一下 就是犯太岁啊 冲太岁啊 这一年不好 还是有很多 可以化解的方法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蛇不好对不对 那它应该配戴一些 什么样的饰品啊 什么等等的会 那蛇本来跟猴子 是好朋友来的 但是猴子都犯太岁了 居身难保了 所以你还是找呢 牛跟鸡 你两个配在一起 都会对自己的运气 比较好一点 牛型 鸡型的饰品 对 夹着两个 保护一下 我刚才都说 刚才就好像 就人家来打你一样 如果人家来打你 你找一些好朋友 就能够住了 所以你就找个鸡 还有牛一起啦 好 还有刚才提到的鼠 好 老鼠就没饭了 所以平安了 不用佩戴 牛 牛也没饭了 但是都过去了 好了 重生开启了 好 今年那个是飞 飞到东面 惹麻烦的地方 对啦 就是 是飞那个心小是 是飞大的官飞了 所以那个心也是代表吵架的心 如果你说 老师我在家里三一小吵了 五天一大吵的 那么你就看到那个位置 那个吵架那个心不能吹旺 吵架心熟木 不能放水 不能放木 不言就吵得更加厉害 而且就会打官司 所以我们通常是放红色的东西 因为木生活嘛 你放红色的东西 就把那个官飞 是飞那个心压下去了 过年啊 放上春联啊 或者是过年以后 放上红色的那个东西 放那个位置也行的 但是春联啊 包括这个贴符字啊 就是按照 我家乡北方那边的传统的说法 是怎么做的 那应该是在小年的时候 小年的时候要贴这些东西 然后不是贴一年 现在就见好多人家 就贴一年贴一辈子那种感觉 就骰子快掉光了 就变成像白纸黑字 就那种 给我写一个符字 就怎么看了像个惨字 然后按照老规矩 我们那边是2月2龙抬头 就就要摘掉了 就要摘掉了 因为这个红纸啊 它要掉了色之后 好像就更不好 小年就开始放 我们南方一般呢 如果还没过年的话 立春一天开始贴 春软 立春就贴 然后呢就一般呢 就都没有怎么快的 过了正月的时候可以挪走 但是你不挪走也没关系 就是过了正月 正月嘛2月2 2月2的时候摘掉 对对对对 龙抬头的时候就把它移除掉 但是这个位置 还是依旧要有红色的物品 红色的东西 大家可以考虑呢 哎 后买我们的姨妈虎 非常的血红 好吧 人家通常是放我那个 压一压 都要有 都要有 没事 不是 这姨妈虎又不是我们产品 我给她推个许 最难的一个位置 南边那个是天丁了 如果你说想要个孩子 或者不想要个孩子 都要留意那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就是经历一些好事情 但是通常都是好的 把一些果实类的植物呢 就容易开花结果 就是能天丁 一些好事情放在那边 都是不错的 或者放个灯都行 因为南边那个位置 放个灯也行 放个灯也行 灯都是火的东西 火石也行 都有那个好的情况 其实一般来说呢 有时候不一定摆的 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 更加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每天起来 下床的位置 你印着那个什么位置 你说老师我要点桃花 那么你从北边下床 当然你不是床头了 你跨不过去吧 我去不了 如果不是床头 是床尾的话 那么你每天就 你摆对发发拖鞋 就每天从北边下床 你要旺财的话 从东北边下床 每天迎接那个财位 你要失业好的话 从东南下床 就别从东边下床了 每天吵架 西南也不能下床了 如果要好天丁的 那么就南边 一般来说西北那个位置 是偏财来的 如果需要的朋友 也可以把那个位置 吹望一下 西面那个位置就退气了 就不用特别吹望 也不动它就炫了 就是那些 手头还有基金的朋友 关注这个位置 还有股票 也是代表那个位置 西北那个位置 是偏财 好吧 OK 现在到了提问的环节 好的 佛山的那个周小姐 她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 财运 她44岁 夏天出生 属蛇 1977年 想转行 请问她适合开网店吗 没有生辰八次很难断 对吗 我都觉得呢 因为她那个 那个发财学的年份 我觉得先别动了 第二呢 你那个年纪才看网店 其实也不容易的 就而且你都说 你是夏天出生的时候 明年又是木火运 明年比较 就军比较好运的 都是秋天出生的人 因为明年是目望嘛 所以呢 秋天是比较我们说的 比较走好运的 机位比较高 春天夏天的 就没有怎么好 尤其是春天 秋天冬天呢 就在那个年会好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她别 别先别想了 就是不认识的 我是觉得 好不容易有一年 离开了太子 季节也有问题 太衰了 她还想问 她男朋友43岁 她44 男朋友43 春天数码的 春天 这种 她说已经认识了五年 请问她今年会向我求婚吗 我们有可能拉买天窗吗 问她呀 问她呀 或许给她关键 43 男朋友43 43还没结婚了 对 那就挺难的了 是吧 然后他最后还问了一个问题 非常爱出国玩 请问何时能通关 咱们打雷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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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一个89年属蛇的 六月初四 应该是农历了 对 六月初四 说桃花不怎么好 所以说他人生之中 没有碰到过桃花 工作上碰到都是小人 我们怎么能够改善一下 那那个命格 就在碰一些比较好的姻缘 就反而老虎你可以碰得到 因为老虎那天和地和了 好好把握一下 因为那个是你真正姻缘的孕 至于你说小人那方面 也不能完全挂人家 因为你那个命格 你自己也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自己也满满 很麻烦的 在性格上 因为你都不很 你也蛮 不很协调一下 有时候你就 就说话方面 差一点点 我们在你方面 在情商方面 自己虚拟一下 会好一点的 来 那老师您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是97年属牛的 然后是阴历六月初五 大概是中午十一二点吧 然后 你们就是家里边 就是我们那老一辈的时候 像我父母 还在早一辈那些 他们生孩子 不会记那个时间点的 你们这会都有 那上面写的是 清清楚楚 几点几分 你本来是做什么的 我现在做行政 OK 有没有想过做生意 有想过 但是没有方向 就是很迷茫 他就反而可以 做点小生意的 他可以做 他可以做 他是 他发现他打工 就一般般了 所以做生意 是比较好一点点 那我们帮他一把 好吧 为什么想离开 现在单位 因为 因为赚得少 赚得少 是不是同事之间 也不是很友好 老板也感到 对不对 还好吧 主要是钱 主要是钱的问题 您的小儿 我觉得 但是你 因为那个命 就有一点点 财望深入的 而且蛮相冲的 所以有两个条 财望什么弱 财望深入 深入 对 因为它的命数水 整个命都是火 所以有钱 它都拿不住 就钱过过手 就是只是怎样 去做出纳 你的 你的 原因人物 全市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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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我们